大家好我是温柏仁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 Mobil Suze Ensemble 系列第八弹 Mobil Suze 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钢弹世界对机器人的称号 简称叫MS 而至于 Ensemble 它是合唱合奏的意思 所以它的副标题就叫重装 重奏 重装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 机体之外 它有很多的装备跟武器 都可以帮它做升级 这叫重装 而至于重奏是因为它身上的插槽 圆孔都是 全部都同一规格 所以当你收集到足够多的机体 跟这些装备的时候 你就可以自由做发挥跟组合 就是一个积木 这个所谓的系统玩具的概念 就是鼓励你尽量多收 多收集,最好是多收复述 那不过这一次第八弹 我遇到一个很大的困难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困扰 就是因为它从第一弹到现在为止 全部都只附这一张很简单的说明书 就是RX78 那里面告诉你说这些关节怎么组合 可是当你遇到像 比较少见或是比较特别的机体 比如像这个机体是 海瑟斯雷兔 它是AOZ外传的角色 是腾刚健基老师的设定 那我们知道腾刚健基老师最厉害就是 它很多机体呢 它都会大暴走 设定上大暴走 很多的外挂 很多很特别的造型 那跟其他的这些机体都不一样 所以它的这些零件到底该怎么组合呢 我相信很多人会跟我有一样的困扰 所以这次就拍了这个影片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所以当你如果把这个零件拿出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说 它里面呢 它有这个框架 里面有这些关节 都是通用的 可是呢 它的这些零件的部分呢 它则是 都是需要自己去做组合 像这些零件 如果你 对这个机体没有很清楚的概念的话 像这些零件 你都不知道要放在哪里 这是它的组装上的困难 好 那我们就先从这些机体来介绍起 首先这一弹里面呢 最重要的主角机就是F91 我相信很多人会很想要 拥有这个角色 那它除了是主角机之外呢 那我个人也非常喜欢 我觉得它是大和元邦男老师 在90年代 最巅峰期的设计之一 整个线条非常非常有洗练 那它的武装 这个火箭筒的部分是在武器包里面 那背上这个武装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后面有两个插槽 一般是插在上面 但是我它展开的时候呢 它要多使用一个附加零件 这个在F91本体的套件里面就有了 你要把它装上去 好装上去 像这样子 它就可以变成一个展开形态 那这时候在使用的时候呢 就要换到下面这个插槽 因为它要把它拉到前面来嘛 那虽然说它下面有握拔 可是它这个角度是握不到的 那如果你想要使用 可能要把它拔下来握在手上 这是F91的部分 那另外呢 它里面的量产机就是这个Heavy Gun 那Heavy Gun也是我个人很喜欢的角色 我觉得它的造型也是还蛮 这个有延续这个吉姆的风味 但是呢 又更多的武器的表现 那这个一般版量产机呢 它就是附了这个 它一管炮 然后一个盾牌 这个光剑的部分是它是在武器包里面 那这边有一个小地方 就是两边这个零件是单独零件 所以呢 如果你不小心碰到它很容易掉下来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把它这个三秒焦把它黏起来 那这是量产机 那里面它就有附了很多的武装 你可以做 好像我这个马上就掉了 你可以看到这个真的很容易掉 把它黏起来比较好 那它里面就附了很多武装 像背上这两管 这个火箭炮 武器弹夹 这个榴弹炮 火箭筒 然后右手这边 手上还有一个双管炮等等 让它从这个量产机 就升级变成了高级量产机 还是个杂鱼的概念 但是就是武器多感觉就非常厉害的样子 好 那这一次呢 的重点呢 就是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 这个 海瑟斯雷兔 那因为它造型真的蛮特别的 那有几个细节 我这边帮大家做个提醒 首先呢 我先把手先拔下来 它的这个手呢 造型就蛮特别的 它后面这边有一管炮是插在这里 当然你要把它换到其他位置也OK 有增加很多玩法 可是呢 基本它的官方的设定是插在这后面 那它的手呢 也是有一个可动 这个 除了这个开掌手之外呢 事实上它有拳头让你做替换 好 这是手的部分 那至于它的这个脚呢 脚也是它的特色 它这个 这个AOZ很多脚它的造型呢 都是跟传统的脚不太好 它是一个小脚 尤其TR6这个系列 它设定就是一个很小的小脚 所以这个零件是要这样装上去 然后再把这个后面这个 这个导流尾翼呢 装在这个 插在这个中间 这是它的 比较特别的地方 那旁边的这边还有 侧面还有一个盖子 这是脚部的 设计 跟一般我们常见的 好 钢弹的脚就是很不一样 OK 好 那背上呢 它就有背包 这个一个大背包 然后另外一个主背包 这个主背包屁股下面呢 这个零件呢 里面还有一个小的零件 要先装进去 才能够插在这里 那这边 这一个造型比较特别 这个部分呢 有一个零件 它是从 它的插槽是在这里 要往上装 这个可能大家在组装的时候 会比较 会找不到那个 插销的使用点 这边我就把它展开 再组装回去 让大家做一个参考 这样你就不会在那边 这个 说明书在那边摸半天 好 大概是这样子 它的结构基本上是这样子 好 那除了这个本体之外呢 它还有一个这个武装 就是 弗雷多德的部分 那它造型也是很特别 尤其身上有很多 延伸出去的外挂造型的武装 这个部分呢 要变形之前 我先把这个先拔下来 左右两侧 先拔下来 这个本体暂时用不到 先放后面 那这两个本体呢 那这两个本体呢 要变形的时候呢 首先你要先把这个拔下来 然后呢 把这个后面这个零件往下转 然后呢 这边还有多附一个 在换装时 必要的一个替换零件 把它装在这里 好 像这样子 然后呢 刚才这个零件呢 再把它 先拔下来 像这样子 拔下来之后呢 这个再装回去 好 那这个 变形完之后呢 我就把它装上去 但是呢 直接装有点麻烦 所以呢 我先把这个手臂先拿下来 可能比较容易看 这个装的时候呢 它后面有两个插槽 它是插在这里 前面这个主背包的 这个插槽 装上去 这样呢 这个 结构呢 它就可以像那个TR5 一样呢 就变成是一个 挂在肩膀上的结构 虽然我也不知道 它这个结构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好 那另外这个延伸的部分呢 就可以把刚才这个 一个零件再挂回去 ok 就掉下来 再装回去 ok 像这样 好 这样这边 半步就完成了 那这边都有一部分的可动 大家可以继续做角度的调整 好 另外一边也是这样 另外一边这个部分 我先把它拔下来 然后呢 就可以把它拔下来 转到下面 装上这个替换的武装 替换的这个小零件 装在这里 好 再把这个装回去 然后呢 首先拔下来 装上去 手再装回去 最后呢 再把这个零件呢 也挂上去 好 这样就完成了后面这个背包的零件的组合跟变形 后面这边角度大家可以去做一些调整 反正基本上只要对称就还蛮好看 这是延伸武装的部分 那另外呢 它的头部的部分呢 事实上呢 在这个形态的时候呢 它的头 下巴在这里 它有附了一个替换零件 先把这个头拔下来 这个下巴呢 它有附了一个 就是一般正常钢弹点的替换零件 所以你要把这个头呢 拔下来 但是里面它实际上还有一个小的透明零件 这个部分呢 要再把它装回去 像这样 但这个结构有点 有点小 不是很好装 大家可能再拿捏一下 这个角度 好像这样装好 这样头部的部分就变形完成了 好 再把它装回去 那下半身这边还有一个零件 就是装在这个前挡的位置 好 最后再把它组合回去 好 像这样呢 基本上就完成它的变形的结构 好 不过呢 这边刚才拿下来的这个零件 它事实上 应该还有一个用途 不过 我是没有看到它的正确的说明书 我在想它应该是装在手臂上才对 像这样子 好 那 这里呢 它事实上旁边有这个 小零件也可以把这个拔下来使用 哇 飞走了 可以把它装在这里 这样子 这样子 就可以让它装在 它的手臂上 OK 这是我个人认为 应该是 比较接近完成的形态 应该是这样子 就手上有一款 这个炮 装在手上 OK 这是今天 要帮大家介绍的就是 Mobile Suzu Ensemble系列第八弹 那里面这个 海瑟斯雷的全装备 我觉得很帅 但是就是 在变形上 就会比较困难一点 那这边也做了一个影片 提供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一弹还是蛮值得收的 F91 还有这个很少见的这个角色 那 如果大家喜欢我今天的介绍呢 就欢迎这个 按赞留言分享 那今天就介绍到这边 谢谢大家 拜拜